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著紅色制服背心 頭戴抗噪耳機 亞航的地勤人員全情不自禁 向行李線上升吻還深情擁抱 就怕一個不小心摔了他們 讓不少看到照片的人傻眼 請看箱子後就更好 每天我會有一個人 電郵電我關於箱子 不要再放箱子 吻箱子 亞航集團CEO 會向員工喊話 要大夥好好對待旅客的行李 但會讓他們出現 親吻行李的舉動 還把照片上傳網路 全是因為這段影片 原來有三位 從馬來西亞赴台 參加鐵人賽的選手 回程從高雄出發 搭乘亞航準備回吉隆坡時 拖運的單車 明明有標記是易碎物品 卻還是被亞航的地勤人員 粗暴處理造成毀損 影片上傳網路後 更造成網友熱烈討論 我自己的運動 我當時看過 我們的運動 亞航發現苗頭不對 除了高層聯盟出面道歉 更發起親吻行李運動 想要藉此挽回乘客 對他們的信心 但還是有網友認為 與其花心思做出 討好網友的舉動 亞航更應該確實要求員工 好好對待每一位乘客 托付給他們運送的行李 因為不這麼做 恐怕難以挽回 消費者的信賴 三零新聞 維穎君報導